我来介绍一下西施犬 在一般纯种的西施犬相对来说会比较听话 但是我们一般经常在重电遇到的西施犬 相对来说性格不会那么好 所以说我们在给西施犬剪支架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就是说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繁殖被狗咬到 所以说在剪支架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动作上面要轻一点 然后一点一点的剪进去 不要直接上来就剪得很深 千万不要剪到血线 因为剪到血线的话狗会比较疼 所以说我们在剪支架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直血粉 我们可以把那个脚狗的这个肉垫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每个小指甲下面都有肉垫 所以我们按住下面这个肉垫 按住以后它那个血线的这个 这里面的血管 有血管 血管的血就会止住 它就是说暂时的会停留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快速的去修剪指甲 然后这里就不会冒太多的血 一般我们如果不按住这个脚垫的话 很有可能血就会飙出来 然后所以说我们按住这个血垫以后 然后它可能就是说我们快速的去剪完以后 如果说出血的话 我们用上一点直血粉